按照传统的习俗,新年期间各公司行号和大部分的商店都要休市一天,而在初五这一天开始营业。 但是由于今年历数上却指明了大年初八是个开业的防盗集日,不少店家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,延迟了三天到今天才开市,希望今年宏图大展,台园滚滚。 为了讨吉利增加开业的喜气,开市之前大家免不了要放一串鞭炮来增增声势,使得今天上午鞭炮声不绝于耳,过年的气氛似乎还没有走远呢。